民国女作家苏青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续结婚十年》原著第十九章《估计生活》00病了四个星期 经医生艳名是伤寒 每天除服退烧强心等药之外 更需打维他命C葡萄糖及小牛肝针 那时候西药的来源不畅 我维他几乎用完了全部积蓄 贤则是从来不曾来探望过他 已遗忘了他吧 还是怕我会向他索钱 最后还是王妈回去拿他自己的东西时 老妈妈告诉他说是春玉小姐知道玲玲给我接去了 同他哭吵过几次 说是离了婚的女人 还要找上门来 又说玲玲要死也得死在自己的家里 逼着要闲去抱回来 闲总算没有依他这么做 不过答应永不来瞧我们 也不再让我们母女两个上他的门来 我想想谁又高兴上你家的门呢 只要把圆圆再交给我 我便永世也不会来理睬你们的了 说起圆圆 王妈又告诉他说 那天自我抱着零零去后 他简直哭得累人一般 以后每瞧见三轮车进弄堂来 便要神经过敏地喊呀 妈妈同姐姐回来了 经老妈妈告诉他说不是的 他这才失望的不再言喻了 他们家里心境又添用了一个高妈 是春玉小姐自己找来的 同老妈妈不对 常在那女人的跟前搬弄是非 老妈妈对王妈说 若不是看在圆圆的面上 她可再不愿意留在那了 现在圆圆见了高妈也非常害怕 每同老妈妈说一句话 总要关照一句 别让高妈听见呀 这天王妈去拿东西时 圆圆拉着他的衣脚说 王妈你回来了吗 真好真好 高妈可以滚蛋了 王妈不该照直告诉他 不是的 他还要回来服侍玲玲呢 圆圆听着哭起来道 妈妈 妈妈怎么从此不来了呢 他抱了姐姐去 就此不要我了吗 老妈妈哄他说 你快别做声呀 高妈听见了 又要去扳嘴的 圆圆只要学乖大起来 做了官就可以去找妈妈的 他这才不敢再言喻了 多可怜的孩子呀 但是我正全心力照管玲玲 喂猪汤橘子水了 记录大小便状况了 业以继业 我辛苦的销售的不堪了 好容易盼到他痊愈了 王妈不肯再回去 就自留在我们家 有一天我对他说 要偷偷地去瞧圆圆 他说对面三号里的宋老先生 是挺和蔼的 可以在他家相会 我听从他的话 便到宋老先生家里 把来意说明了 宋老太太很同情我 便叫女佣替我去找圆圆来 我想她来时 恐怕叫春雨小姐知道了 害得他们邻里不和睦 还是自己在窗口里张望着吧 那时春雨小姐的爸妈兄弟姐妹 都索性搬到闲家里来住了 大家把圆圆视作眼中钉 不许老妈妈陪着她玩 说是这么大的孩子 还要人领着呢 叫她独个在弄堂里跑进跑出 我在宋家的窗口里忘了多时 只见圆圆端着小木凳出来了 衣服破旧 脚上只穿着一双木托 我仰手到窗外向她招手 她起初不留意 我只好喊一声圆圆 她抬起头来笑了 连忙丢下木凳飞奔到宋家来 在进门的时候还摔了一跤 木托甩到三尺远 由宋家的女佣替她拾起来 穿好了 我便领着她到附近的小吃店里去 在吃点心的时候 圆圆从窗口往下望 瞧见一辆机械脚踏车驶过去 她便指着说道 妈妈 圆圆长大了 便叫爸爸买机械脚踏车 嘟嘟坐着来寻妈妈 我听着很是伤心 吃完东西把她送回家去 在路上她要买面小铜锣 我恐怕给什么 春玉小姐瞧见了 问起来不便 因此没答应她 送到弄堂口 我叫她快些自己跑进去吧 她挨着我不肯开步 我再三带哄带推地叫她快走 她真是一步一回头的 直到哭丧着脸去了 等她的影子不见了的时候 我忍不住掉下泪来 良久使用手帕试干 再到宋家去告辞并道谢 宋老先生夫妇俩也为之唏嘘不止 后来这件事终于给春玉小姐知道了 老妈妈很受生斥 说她不好好的管劳圆圆 老妈妈顶嘴说 你们不是关照过这么大的孩子 不用常看管了吗 他们心中更加痛恨她 我便不敢再去偷桥圆圆了 我们三个人静静地住在多利公寓里 盼望赵瑞国突然到来 可是他却始终没来 公寓的租金又涨价了 手头献款越来越少 因此我便同王妈商量 想把这里的房间顶出去了 仍旧住到兰斯安路去 因为那面交通方便 而且租金低廉 腊东又治了 一时没有受住 我只好登报昭灵 又因为怕昭瑶不便 所以登的是英文报纸 有一天来了一个装束农宴的女人 她见了我第一句便问 你们住在这里要带照会吗 我听了简直莫名其妙 问她说的是什么 照会 她这才详细解释给我听 说是她住在本楼下面多利饭店的房间里 警察常要来查夜 她们做闲水妹也要带照会的 我仿佛受了很大的侮辱 但也只好不予计较 告诉她这里是公寓 房间是私人的 与公共场所如旅馆之类不同 她这才弄明白了 心里很想要讨价还价的 结果决定是顶费2000美金 她又告诉我 那个外国朋友带她多么好 还要替她买各种陈设的东西嘞 我听了心中非常悲伤 一个有高等知识的女人在出顶房子 为了钱而另一个下等的闲水妹 却把钱看得满不在乎的顶进去了 离开了这个清幽的房间 我们三个人就回到兰斯安路来了 我把1000美金放在保管箱里 另外1000便陆续抵做家用 我平日很少出门 也没有人来看我们 就离新年到了 近来一个晚贤姐 她是我的堂嫂 也是我的老同学 现在银行里当一个小职员 就住在银行的女宿舍里 我们谈起茫茫的前途 她说一切都是空的 我劝你还是省吃俭用捞起来 寄几个钱回乡下住去吧 我说我可是无家可归的了 夫家已断绝了 娘家也无言再回去了 她叹息道哀 这又不是你的过失 遇人不输本来是件无可奈何的事啊 至少我总谅解你的 假使你不嫌弃的话 老来我们结个伴吧 我说我是永远不要回恩城去的 她默然良久就叹息道 我从前又何尝不是如此想呢 不过人是一年一年的老起来 树高千丈 落叶归根 我现在倒是很希望能够早日回到恩城 去过家居生活了 我说过家居生活 就怎样呢 她笑道 自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娇娇菜收收租 侍奉婆婆到百年之后罢了 她也是怪可怜的 这样一来我就死去 也可以向你哥哥有个交代了 我听着觉得很凄惨 就说一个人就是死 也要死得舒舒服服的呀 她更正道不是死得舒服 是要死得安静 我觉得一个女人白了头发 还要天天压电车上办公厅去 多苦恼呀 我只想安安定定地坐在家里吃一口苦饭 只可惜壁纸太不稳定了 辛辛苦苦积攒下几个钱 几个月以后就又不算什么了 我摇头说道 如此奄奄无生气的日子 我是过不来的 好歹总得找个人结婚吧 她连忙摇手指住到亲妹 你别如此想啊 你已经有儿有女 还是好好的设法抚育他们吧 长大起来结了婚 早些给你养孙子 我说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要抱什么孙子呢 那是你的年纪还轻之故 她说当你做少女的时候 你也不会想到需要儿女的 可是后来养出来了 你便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牺牲一切 将来你老了 你也一定最爱小孙孙的 唉 小女孩子多好玩啊 我恨自己没有生育 打算将来极些钱 要到育婴堂去领一个来呢 这是古老的中国 古老的妇女思想 想不到婉霞姐竟会变得如此陈旧了 我怕衰老的影子 似乎已经扑向我的眼前来了 我将永远得不到爱 得不到光明了吗 爱 嫁了这么一个不如意的男人 把十年可宝贵的光阴白白辜负了 以后又是如何情形下去呢 真如婉霞姐所料的那么凄惨吗 这里我又想起她与我堂哥哥的离合情形 他们是由有人介绍认识的 不久就结了婚 我堂哥哥生病的时候就住在岳家 婉霞姐细心服侍她一面 还得敷衍自己的母亲与哥嫂 后来堂哥哥的病日趋严重了 他们约好必须互相拉着手死去 在某一夜里 堂哥哥昏厥了几次 看来是不行了 他便紧紧捏着她的手 他仍抢颜为欢地难难安慰她说不要紧的 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 舌头是早已硬了 话也不会说 到了次日清晨 看她的神智似乎稍清醒 他便轻轻缩回她那只被紧握着的手 因为她的大便实在忍不住了 待大便完毕 要重新上楼去看望堂哥哥时 她的母亲又跟着她问昨夜的情形 她含着泪把全夜紧握着手的话告诉了 又说早晨似乎稍清醒些 她的母亲便哀腰一声说道 哎呀 别是回光返照的缘故吧 她听了着急起来 飞奔上楼 到床前瞧时 我的堂兄可是已经气息全无了 于是他哭得死去活来 认为唯一的遗憾便是不该下楼大便的 从此他便千辛万苦为他守洁至今 每提及他 他便经不住泪下如雨 这可使我极度又羡慕的 他的心中永远有这么一个人 他永远是属于他的 虽然他在临死的时候终于没有捏牢他的手 然而他的心却是永远纪念着他的呀 天荒地老而不变 假使我的堂兄还在 他也许早已讨小老婆了吧 我常常恶意揣夺着 聊以自解 我的心中只有空虚 一种难以描述的空虚呀 唯一的安慰便是零零了 生活是如此艰难 我仿佛决身走崎岖道路 在黑暗恐怖的夜里没有办 就只擒着一个零零 虽然仍旧是我照料他的 我还是胆大了一些 我也是这印些书 然而销路却大大的剪了 据说我的作品是软性的 而眼下的人心却是倾向歌功颂德的东西 有一天我到文美路上去收书账 遇见从前大江报馆里的职员陆杰 他在大江报馆解散之际 曾分到大量款项 就回故乡去同小脚老婆离了婚 小脚老婆哭着哀求 说自己无法维持生存呀 他就冷笑着对人家说道看 上海著名的女作家苏小姐 不是离婚的女人吗 她怎么能够自己做文章赚铜板呢 可怜她的小脚老婆从来不曾识过字的 要学做文章当然一时不容易 结果只好去做领小孩的女佣了 她却毫不动心地回到上海来 居然讨了一个高中读过半年的女学生 她便得意极了 逢人便介绍她的新太太 后来这笔分道的款项也渐渐用尽了 这才投身到新晋从内地迁来的中国文化公司里做事 最近他们公司出了一本画册 销路很好 这天她也来文美路上收款 自然是趾高气扬的 苏小姐 她忽然从背后喊我 我回过头去也便向她招呼 她问你来干什么呢 我说我是来收书款的 她又问你的小说现在销路还好吗 我们现在出版话集 生意好得热晕 就是连夜感应起来也来不及呀 恭喜你们 我说这也不是为了钱呀 不过是表现一些爱国心 她一本正经地说 我再也没有心思再听下去 只想起她当初向前英俊斜间产效的光景 我只好悄悄地独自溜开 又有一个女朋友来 叫我替某妇女杂志写稿 不过笔名需换个别的 因为这杂志是妇女领袖石汉光小姐办的 她很不以我的浪漫为然 希望我能够换个笔名 写些严肃的文章 我告诉你些关于这本杂志的内幕吧 她把我当作知己式地说 这本杂志说是石汉光小姐办的 还有一个主编于爱华小姐 其实石小姐自己根本不管是 就这么决定了 交给于小姐办去 后来呀创康号果然出版了 上面有两张照片 一张是石汉光的 一张是于爱华自己的 于爱华小姐的照片很是妖娆 120线的铜板印在铜板纸上 完全像照片一样 有人问她这铜板是在哪家公司里做来的 于小姐恐怕别人知道了 也要去制漂亮的照片 便推说不知道 这张东西也是别人给送去的 不知道在哪一家质版公司呢 至于石小姐的那张照片呢 尺寸虽然一样大小 然而却只有80 显印在纸上显得粗糙多了 加上石小姐的面貌又不是很美丽 身材胖嘟嘟的 活像个保姆样子 又有人说于小姐的照片像向导女郎 于小姐倒不以为然 石小姐却身为不乐了 因此第二期上来 便主张不合作了 石小姐拿着这笔经费继续办下去 内容说是一定要严肃的 主编索性用一个男人 不过叫她化名相艳一些 让读者看上去 似乎当她是一个女人罢了 至于于小姐呢 她也许要办一个话报 上面多多刊登她自己美丽的倩影 我听得实在不感兴趣 就打起哈欠来 女朋友也只好告辞了 林蝶还问我究竟肯不肯 替石小姐写文章呢 我笑道文章我是写不出的 假使他们也要替我登写120线的照片 我倒是可以奉送几张 女朋友恨我无奈 也就不再说了 我继续过我的孤寂生活 有一天我独自走着去买一斤白糖 在阑山路上忽然碰到那个曾向金总理借款 后来又跑到内地去的某文艺作家 我见了他便喊是某先生吗 他似乎想装作未听见 但毕竟因为距离太近了 不好意思总不回过头来 只得勉强应声苏小姐 好久不见了 我问你近来很得意吧 他愁眉苦脸地说我们做一个文人的 有什么可得意呀 如今做了报馆的采访部主任 人家都以为待遇是不会错的了 殊不知我出门连三轮车也坐不起呢 我笑道你不必担心 今天我可不是存心来向你借钱的 爱 谁说呀 你苏小姐怎么会向我借钱呢 我是最近实在被朋友们逼得凶了 你也要推荐人 他也要推荐人 想想一个采访部又怎么能融下这许多的人呢 其实也没有多少钱一个月 不过他们的欲望倒也不高 只想能够混一下资格 车马费等能够不落空就好了 听说还有不少是留学回来的 至于大学毕业生 更属不稀罕了 周少僧多 真令人没有法子想啊 我笑道我也没打算求你找职业呀 博先生我只是为着我们就相识 所以冒昧地来招呼你一声罢了 你现在住在哪里呀 他不禁慌张起来道 我妈是住在呀 葡萄给忘了 我因为自己没有房 屋檐下还住在亲戚家里呢 不过他们家里人有多 很不方便的 我不会跑上门去来找你的 请放心吧 再会吧 这时他倒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只念辱着问我 你进来好吗 苏小姐进来怎么样呢 总算托福 还不曾饿死 谢谢你 某先生 这样我便又匆匆地返家了 连白糖都没有心思买 我知道世界上的人都是不可靠的 我宁愿估计 不愿再看别人势力的目光 远惜交以绝有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